台湾鴻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公司 被中共全国总工会点名 违法让员工加班 导致员工过劳死或者是自杀的现象 今天晚间鴻海集团发出了三点声明澄清 批评这样的推论草率难以服人 大陆全总会郭军的指控点名 富士康违法超市工作 导致员工没有休息时间 引起陆媒大篇幅报道 今天下午鴻海集团回应表示 承认公司面临处理员工加班问题 但是强调都是执行六休一的政策 并且也提高了薪资补贴 鴻海回集郭军没有到现场 却抛出了过劳死等因果关系的指控 结论草率难以服人